好 接著我們來看這一題 他跟你說這是一個細胞染色體核型的敘述 何者是正確的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這個你看起來很明顯什麼 跟你平常看到染色體的分布圖 是不是有點不太一樣 為什麼 不一樣的點在這些都是幹嘛的 你有發現 他全部正常你看到應該是 正常你看到應該是不是都這樣 阿格達現在變這樣 代表他已經是複製什麼 他已經是複製好的狀態 OK 而且題目我特別講啦 他是染色體喔 他是染色體 只要把他畫得像絲狀細狀的樣子 但他是已經是染色體的喔 這題目說的 那記得喔 就算是複製好 我也是幹嘛而已 我也是遺傳物質 也就是我們DNA的量 會是兩倍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 他DNA的量叫做4A 但是他的套數 我跟你講套數永遠都怎樣 套數永遠就是只有2N跟N兩種差別 那以這個來講 套數是2N可不可以接受 這沒問題喔 套數是2N是對的 那再來他具有46條染色體 這也是沒問題的OK 他是具有46條染色體 這個也是無庸置疑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這樣總共有幾對 是不是23對 你從編號來講 那1對是不是有2條 所以這樣是1條 這樣是1條 你要數的是中截區的數目嘛 所以聰明的你 具有46條染色體 這也不會有問題喔 所以目前A跟B都是對的 來C選項 當你看到染色T 當你看到染色T 就是進到已經進到我的分裂前期了 可以接受嗎 尖期的情況下都還是染色直而已 所以處於尖期打X 你可以告訴自己 C選項你可以告訴你已經進入了什麼 已經進入分裂期了 OK 好然後再來 這個呢 是男生合不合理 你看這男生XY 只要是XY 基本上就是男生嘛 女生是XX啊 所以主選項OK 主選項OK 然後再來 染色體的套數 我剛才跟你講過 染色體的套數 要嘛就是2N 要嘛就是N 一般的體細胞就是N 生殖細胞變成什麼 就變成 一般的體細胞是2N 那生殖細胞就變成N的情況 所以1選項記得就2N這樣 沒有4N這種情況發生 OK 所以記得 合者正確我們答案就選什麼 答案我們就選A B跟 主選項 OK